那在213位的確診死亡個案當中 有197位 有慢性病史 135人是沒有打滿3劑的疫苗 其中有85位是 沒有接種任何一劑的COVID-19疫苗 年齡的部分是從40多歲到90多歲 那其中112位的年齡是超過80歲 那在今天的這個特別口頭補充的個案 其中 我們今天沒有兒童或青少年 或比較這個2、30 歲年輕人死亡的病例 那在40多歲的死亡個案有5位 這5位的話 本身都有癌症或者是中風 心血管疾病 神經系統 疾病等等這些慢性病史 那只有一位是有接種過一劑的疫苗 另外4位都 沒有接種過任何一劑的疫苗 那在特殊重症的部分 我們今天有新增一位密西 的一個小朋友的個案 那這個也是昨天的 傍晚有媒體報導的這個南部的一個6歲的 女童 本身沒有慢性病史 那她是在5月5號的時候有症狀PCR確診 那在5月13號順利的解隔離之後呢 後續的精神活動力都正常 只是說有 輕微的咳嗽 不過大概在確診後的第4週 5月30號的時候 在此有發燒到38度半 那因為在後續持續連續3天都有發燒到6月2號 的時候又出現了嘔吐的情形 食慾跟活動力減退 所以有到這個醫院的 急診這邊去 那 那因為有這些症狀的關係 就受住院來觀察 跟治療 那後續經過一些檢查發現說 她有發炎指數升高 而且經過這個抗生素的 治療 狀況並沒有好轉 那再經過這個評估說 她也有這個腹痛腹瀉 心偶吐 頭暈等等這一些 跟密西西有關的一些症狀 另外有發現到有兩側的眼睛都有睫膜紅 那另外在口腔部分有草莓蛇 另外就是這個 四肢的肢體的末端有這個腐腫 以及在脖子 部分有出現紅疹 等等這一些 那加上有血壓 偏低的情形 所以醫師這邊診斷是有密西西 的一個併發症 那轉入而後的加護病房 來繼續治療 那使用的這個6月6號的時候 就轉入 那使用了這個靜脈的這個注射 免疫球蛋白以及類估存 那經過治療之後 事實上很快就退燒 另外就是在心臟的 這個檢查部分有發現說 超硬波有發現有 輕微的這個冠狀動脈擴張的一個情形 不過經過治療之後 事實上血壓跟其他生命 真相 發燒等等都很快可以獲得穩定 目前仍然 在膠病房當中持續的觀察跟治療 所以這塊 這個個案看起來是 病況 已經有好轉 那目前仍然在住院當中 那 這是我們今年到目前累積第三例的一個 密西西的一個個案 那都是小朋友 那 也是屬於這個耗發的6到12歲的這個 年齡層 目前累積的兒童重症的病例 總共是44位 那死亡人數跟昨天一樣 沒有增加 是17位 以上報告